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炒谈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事情 大树阿加怀树 因为比较的贫穷 没有纸 只能在芭蕉叶上 所以我今天我要来试一下 看看用芭蕉叶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写一小副对联 来纪念怀树 这个大树阿加 这个对联也是写怀树的 这个对联也是写怀树的 好像这个不大行 这个好像根本就不吸水 我都有一点怀疑 当时怀树是不是真的用芭蕉叶来写过字 我也拿过来把它给晒了一下 基本上有一点 基本上干了吧 所以我才拿过来写的 哦 要很干 看来啊 你看这里干了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好 像有一种熟喧的感觉 不吸墨 明台自有湿和月 真的干 真的干这里就很好写 前面还有一点点湿的时候 就基本不吸墨 我们把它洗些完吧 但是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不平整 可能怀树当时它是用东西压过了 我这个没有压一晒就全部卷起来了 这还真的干的地方还是挺好写的感觉 这个对联也是赞美 这个坏树的 我这个干的地方很好写 真的挺怪的 大概就这个感觉啊 这边好像有一点没干的感觉 所以它有一点难写 这是背面 我再反过来 我们试一下这边正面的感情情况 都来尝试一下 我们再来写一连 这边也是提怀树的 也是永怀树的啊 这个正面这边好像挺好写的 这里没怎么干 也还可以啊 这个就是写它 芭蕉的啊 基本 芭蕉 看来 新燕燕 完了,这个叶写错了,应该是宝盖头的 算了 新叶月,我们就尝试一下 看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槐树丹林肯定是确有此事 就是说把这个芭蕉叶应该洗干净了之后 要肯定要 这里就写不了了 这里太一点干都没有就写不了了 你看,这种干的地方 肯定是晒干了,而且压平了 才行 湿的肯定是写不了的 湿的可能这个植物啊 湿的表面有一层 就是说可能类似于纳米一种感觉的 这个水进不去 肯定得压平 还有一个点压平 说明这个传说呢 还是 可信性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个晒干的地方还真的是挺好写的 这个晒干的地方 下面这里啊 因为上面那个我还没怎么晒干 下面这里晒干了之后 确实 这个感觉啊 好像 比鼠萱还要好写一点 有一点类似于 辣懒剑 辣懒剑 辣懒剑的感觉 但是比辣懒剑要不吸水一点 基本不吸水 但是它写起来的感觉还不错 可能古人 古代的一些鼠纸啊 跟这还真的是蛮像的啊 跟这只还蛮像的 跟这个 跟这个还真的蛮像的啊 我们大家呢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摘一片芭蕉叶 拿回来呢 把它给晒干试试 我感觉呢 还是挺有趣的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这么一个事情 朋友们再见